小鸟在聊什么? 去年十二月初的一天,我去超市取预订的食品。 等车的时候,一位中年女士脚伤了,住着拐杖跟我搭起上来。 她让我看藏在灌木丛中的小鸟。 只见小鸟这儿一个,那儿两只都是胖乎乎的。 不知小鸟叽叽喳喳在聊什么呢? 要是没有了小鸟,世界会怎么样呢? 我们常常失去了某种东西以后,才会感觉到它的不可或缺。 她还告诉我,她常常在自家园中给一群麻雀喂食。 麻雀都很聪明,知道什么时候哪儿有食物。 哪怕楼再高,小鸟也会飞去。 小鸟飞到哪儿,不仅仅是去找东西吃吧, 有时候也会像咱们一样,去跟其他小鸟一起说说世间的事情, 聊聊自己的所知所感。 车来了,我说, 这些小鸟一定听到了我们说的话,聊得更欢乐。 再见,再见。